喂喂喂 阿蕭蜓 這麼快的氣氛這麼涼 你總是在這裡不潑涼 你叫我太熱嗎 如果夏天沒有冷氣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又知道 世界上第一台冷氣機 是在幾時發明的 那我又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 世界上第一台冷氣機 是在1920年發明的 當時美國獨立一間印刷廠的老闆發現 空氣濕度和溫度的變化 令自己張新縮不定 印出來的日子非常蒙古 於是這個老闆 就邀請威尼斯去設計 可以在室內保持一個 限定溫度的裝置 1920年 威尼斯說印刷廠 裝上了世界上第一台的冷氣機 但是 直到家庭冷氣機 就會去到1945年之前變小了 哇 李姑娘 你怎麼這麼聰明 整個你博士一樣 我不是什麼博士 而我只看了這本本作 《影響世界的大發明》 世紀片 其實我除了冷氣機 還說了很多東西 例如微波爐 電視機 電腦等等的發明 如果大家都好像物調戲 對你的世界發明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開到圖書館 借這本作 《影響世界的大發明》 世紀片 謝謝